所謂的市場餐廳 我會跟大家 示範一下非常簡單 穿上圍裙 市長謝國良 花生型男大廚 大展廚藝 手作海鮮河粉 番茄真的很重要 番茄 番茄真的很重要 因為番茄要煮熟了以後 茄紅色才會出來 所以身體比較健康 所以身體吃番茄跟煮熟 吃番茄以後 都有它的健康效應 或是一些煮熟的番茄 就會變成煮熟 沒幾分鐘 一整排色香味俱全的 海鮮河粉就大功告成 被問到最拿手料理 謝國良得意的提到 自己很會煮玉米濃湯 我會煮玉米湯 這個是我從小到大 因為自己有曾經在國外生活過 去學會的幾個菜色 小愛也喜歡吃我煮的玉米湯 我煮玉米湯就是比較濃 然後蛋會打的比較多 蛋會打散的 然後加進去 這場教育處 和茄紅市女童軍會 舉辦的美食體驗活動 邀請市長謝國良 擔任型男主廚 親自示範料理 同時向學生宣導 家事分工 性別平權觀念 我們今天是我們的國際女孩日 那基隆 女童軍會 我們也呼籲全國的 就是不管男性或女性 其實我們在做家事的時候 是可以分工的 不管是一般的家事 或是做美食 也可以分工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主題 叫做行男大主廚 所以呢 邀請到了包括法國啦 那一些歐洲國家 包括東南亞的 那來做我們的異國料理 活動邀請16所學校 170位師生參與 不僅響應每年10月11日的 國際女孩日 更為性別平權 營造友善的生活環境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